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首先呼籲 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台庭大盤表現 今天台庭大盤就說 記昨天創高到這個10,829點 也像實際性創下 連續四天創下這個 這個波段紀錄性反彈以來 這個新高的一個後續 那今天這個台庭大盤 是形成一個開低走低 然後到這個收盤收跌一個47點 指數來到這個10,753點 那今天量有稍微做到放量的一個態勢 那畢竟我想針對近期的一個台股 我想我們在每一天 昨天之前特別跟各位做強調就是說 以這個波段 包括從這個8月6號當時落底 在10,180後續展開這一段這個紀錄性反彈 一路坦一路坦 那尤其說 最近這個禮拜 比如說從這上個禮拜以來 到昨天為止已經形成 連續四天連四紅 然後持續性創這個紀錄性反彈這個新高 那畢竟我們就說我們跟各位做強調點說 連續性做個創高 越到高點這個反壓會越重 我想我們在每一天都跟各位做個特別強調 因為畢竟前一個波段這樣子拉回 一拉回 拉回814點 那這個波段彈上來 我想彈到昨天這個高點 總共彈了649點 相對就是說 已經收穫了這個跌幅 大概八成 算是一個蠻強勢的一個 這個紀錄性反彈 重點我想 漲多 反彈多了 他那個600多點的後續 漲多他無論如何 也會形成一個叫做修正 那這個是之所以我們每一天跟各位做強調 你反彈越彈越高 這個反壓壓力越來越重 不管是說這個波段彈上來 買進了一些個股 獲利的賣壓會出來 甚至包括前波 這邊套勞了這些籌碼 套勞了一個賣壓 這雙重賣壓 都會做到他們有限 那這個是之所以 我老實說我們就說 從上個禮拜 對丁雷百開戲 不管是說在上個禮拜 禮拜二禮拜四禮拜五 甚至包括昨天延續到今天 那我老實說我們就說 在不管是說FV的社團 或者說在我們這個Light 8 就特別特別針對一些 陸陸續續產生這個賣訊的一些個股 賣出去產生的一些標的 請各位 你敢買你也要敢賣 你也要敢賣 我想你該賣 個股該賣的一個時間點 該賣就一定要去執行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 現在現階段已經處在 這個反彈的一個相對的一個高檔 那等於是說 從這個上個禮拜以來 我們就特別跟各位做強調 尤其我們每天送給各位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操作策略的重點叫什麼 敢買你要敢賣 買要買一些低級期的一些標的 然後針對已經漲多 賣訊產生的這相關個股 請各位無論如何 該賣一定要去執行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先賣高檔先賣 拉回再做一個重新回接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就能夠去擴大各位 你的一個獲利的一個價差 那針對我想我們就是說 我們針對這一兩天 就是說我們在這一兩天 陸陸續續有針對一些 已經產生賣訊的一些相關個股 那我們真的是無私的 分享在我們這個Light at 或者說我們這個FB社團 那重點我想包括在今天 今天為了說我們在今天盤中 早盤的時候 9點多我們依然 有特別針對產生賣訊的 尤其說 你只要有了這個工具的一個協助 這個工具可以幫助各位 除了選股以外 那變成說每一天 早上9點鐘開盤之後 這個工具會自動 快速來協助各位 去針對一些多空的一些個股 做到一趟快速精確的一個篩選 一個鎖定 而且這鎖定這個個股檔數不多 一檔到三檔之內 不管多還是空的一些個股 那等於說我們在今天相關 9點多我們跟各位分享 今天產生這個賣訊 快打短空一些相關個股 包括這檔很經典的一檔 股王大立光 大立光 3008這個大立光 賣訊 產生在這個4025塊錢 4025 那畢竟我想這個就是說我們在 你就說你在今天加入我們這個Lite 之前加入我們這個Lite 你不妨都可以到我們找盤 我們相關分享去做個好好檢視 當時漲線圖是漲這個樣子 然後到今天這個收盤 今天壓回 今天是拉回200多塊錢 賣點在4025 今天收在3775 比如說一天跌掉多少 跌掉215塊錢 你賣訊產生第一時間 你是做賣的一個動作 我想你至至少少一叉叉多少 短短一天 差了215塊錢 一張就是21.5萬的一個價差 百分比超過半根停板以上的這個拉回 大立光 那另外針對這檔6158的像何昌一樣 賣訊產生在這28.7 這個都是我們在早上 相關分享的這個股 那畢竟像何昌到他今天收盤 打下來 收盤說在27.8 一拉回都超過這個3%多的 一趟的一個拉回 這針對 吳老師我們在今天針對一樣 工具挑出來 產生這個賣訊 你可以執行這個快打短空 相關的一些個股的一個分享 那所以說我想就是說 如果說各位你有這個工具在第一時間 我們還是要跟各位做強調第一時間的這個重要性 賣訊一產生 我想說如果剛剛好這些個股 是你手中的一些持股的都是Payment 畢竟像股王大立光也很多很多有 那相對來講 賣訊一產生 我們的操作我們每天都跟各位做強調 操作就是很簡單 買點產生做買 賣點產生做賣 那畢竟像大立光 買點在這邊 這一趟你賺這一趟上來之後 賣去一產生你就做賣 該賣你要執行賣 那為什麼該賣你一定要賣 你不賣 當時買點在這邊 這樣漲上來 買點在這個3825 3825 到今天剩下這個3775 相對來講 比當時買的這個價位還要再更低 那這樣子就是說 也提供給各位一個觀念就是說 你會買問題不會賣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抱上去 像當時你買在3825 買下去賺了200多塊很高興 問題你賣 你會買不會賣 一天全部把這個賺的全部吐光光 真的大立光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這個說 針對我們在昨天 尤其說最近從上個禮拜以來 我們也陸陸續續 尤其說 特別特別針對操作面 也可能會著重在一個叫賣 賣這個字 請各位無論如何 你該賣一定要做一個賣的一個動作 因為一直彈上來 這已經收穫這個跌股 前波那個跌股已經收穫了88成 那等於是說 很多反壓 隨著他一路一路這樣往上攻擊 反壓越來越重 那代表就是說 跌勢 處在跌勢的一些個股也會越來越多 就如同我們在上個禮拜我跟各位講 今天百倍漲20幾點 一半漲一半跌 700檔漲700檔跌 昨天繼續漲20幾點 那問題 昨天漲的加速是有600出頭檔 跌的加速已經高達800多檔 變成說這個跌勢的個股已經越來越多 那所以說我們就特別著重 請各位會買也要會賣 那針對賣訊產生的一些個股 很簡單 你就是執行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那重點我想 如果說各位 你不想去做賣點產生 你又不賣 那當然的話 你站著不動 站著不動 就等著會被刪證 所以說也無論如何 請各位 針對一些相關人陸陸續續產生賣訊的一些個股 做賣的一個動作 那話說我們就說 在昨天晚上 晚上這個8點08分 我們這個盤後 也特別針對兩檔這個 這個瓶蓋的一些個股 一樣陸陸續續產生賣訊 昨天我們分享 各位的時候沒有這一段 這一段是今天的 昨天剛剛好 像這個6269台郡 賣點96塊錢 我們昨天晚上 收完盤之後 昨天晚上直接分享給各位 那賣點在96塊錢 我想各位你在今天 今天你一定可以賣得到 今天也是最高點來到96塊錢 賣訊一出現一個後續 今天賣點你也賣得到 到後續一路做修正拉回 到收盤是跌了2.8 大概跌了到3%左右 排峻的部分 我想各位你不妨可以到昨天晚上 我們怕各位一些個股 你要去執行這個賣 尤其是這種個股 平蓋個股很多投資本都持有 那變成說 該賣一樣請各位留意賣 247是可乘 趕快 賣點在227.5 今天收在這個227 小跌而已 還沒有快速做拉回 那變成說賣訊率產生 無論如何請各位 還沒有擴大你的虧損之前 先做一個賣的動作 這針對今天相關分享 那我老師我們在今天這個盤中 甚至有針對三檔 就是說一些5G網通的一些個股 那5G網通的這一個股 我想就是說 就是說在今天之前 10號之前 陸陸續續公佈這個10月 就是說上個月8月份的這個營收 那公佈8月份的營收 我想在近期這些5G的一些個股 都很吵翻天 吵翻天 等於說 他公佈出來這個8月份的營收 並沒有像符合我們的預期 營收狀況並不會太理想 不怎麼理想 那我想以到今天 今天我想這三檔個股 今天受到這個公佈營收 不符預期的這個影響 等於說股價都形成一個大幅度的修正 那畢竟我想就是說各位 你有工具的一個提示 我想這些這三檔個股 全面性賣點都不是在今天 今天之前賣點都已經提示給各位 包括這個像3558這個神准 賣點在多少 昨天110塊半 你今天公佈他的營收 拉回 那問題 賣訊在昨天營收的產值在114.5 今天太半了 109 拉回差不多半根的停板 3596至1更早 在8月30號賣點做產生 一直在做高檔震盪 那當然的話 當時賣訊已經產生 你早就痠了 8月30號已經賣掉了 那這些 你 這邊還有兩個都還有高點 等於說你都可以成功賣在106塊半的 後續 到今天拉回到96塊半 今天收盤大跌5.6% 致意的部分 3491一樣都5G網通了 3491的生達科 賣點在多少 9月6號 9月6號就出來了 所以講講 以在上個禮拜 他賣訊已經做了產生 賣訊已經做了產生 上個禮拜禮拜五 賣點做產生 那這一兩天 我想這個賣點你都還賣得掉 賣得掉的後續 今天一拉回 快6% 快6% 所以我想你有了這個工具 這個相關在基本面的一些訊息 這個財報的營收的報告 我想這個說是屬於事後的事情 那如果說各位 你到今天你才知道營收狀況不好 股價馬上反應 那問題我想 這些標的其實你有這個工具的協助 早在昨天之前 你早都已經賣光光了 包括像聲達科 包括像這個神准 包括像這個3596 這個致意都是如此 那我們在就說在這一兩天 其實我們從近期 也不斷跟各位說強調 敢買敢賣 那敢賣之餘 你賣出收回這個資金 你可以往哪些個股做移動 那畢竟我們從上個禮拜以來 包括像禮拜四 我們分享各位 3483立志課 你有這個工具 除了協助各位選股以外 趨吉避凶 該賺的標股 你擋擋你就賺得到 該避開風險一些個股 你也可以成功避開 像立志 就是買點46.9 到昨天為止 短短三天 拉開這個價差點超過20% 那我想一例子今天 就是說多方力道行程快速衰減 那我們就說就食物的操作面 我們建議各位說 多方力道做快速衰減 我們就說你可以在今天開盤 先賣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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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 靜待 下一趟這個賣點產生的後續 你在做的全面性儲清 你的動作就OK 三四八三立志 一樣全面性 敢買你就敢賺 那昨天我們分享各位兩檔 638像倉和 昨天收漲5% 那今天拉回大概1%多 一樣靜待這個買點 那這檔個股 我們在昨天有花一點時間 跟熱度強調 他前波在8月23 28號 我們也分享各位賣訊 高檔先賣 拉回 買點產生你在做買信 那我以倉和 買點在昨天產生的後續 昨天收漲5% 幾多% 那等於說連續到今天做一個小弧度 這個壓回 當然 你靜待賣訊做一個產生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2454聯發科 趕快 買點昨天我們一樣在昨天盤中分享 買點在372 拉高之後昨天收盤是漲8塊 那今天收盤跌了4塊半跌說 今天他產生這個賣訊 在多少378塊錢 那雖然我想就是說 這個一買一賣這個價差不到10塊錢 那重點我想 我們的操作就是很簡單 根據訊號 執行動作 該買你做買 該賣 惡話不說 你就做賣的一個動作 操作就是這麼這麼簡單 那近期我想我們就是說從上個禮拜 禮拜四我們分享這些賣點 4935茂林 禮拜五神盾 金向天 我想這些分享這些個股 到目前為止 全面性做拉回 尤其我們在昨天也針對盤中 我們針對這個 包括像這2367的藥滑 昨天一拉回快一點8% 今天收盤平板附近 利豐 昨天一拉回5%多 今天小反彈2塊半 金城昨天拉回3%多 今天收平板 我想說這位高級 全面性請各位 會買 你無論如何也要會賣 那畢竟我想透過這個工具 就可以很輕鬆 來協助到各位去做到趨吉避凶 那為了說我們針對我們在近期 推出這個2019 這個快打部隊 人工智慧 最新的這個進化板 我想這個進化板能夠很輕鬆的 去協助到各位 不管是多空買賣點 一件你就能搞定 每天早上就能開盤之後 針對短多短空 波段多波段空 相關一些個股 我想這個檔數不多 相對就是說 工具針對每一檔標的 這個多空買賣點 你透過這個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一件你就可以馬上搞定 哪一些個股該做買進 哪一些個股該做的避開 虛極跟避凶 那變成說 歐老師我們在今天一樣 你想跟著我們 短波段操作 週週賺10%的投資朋友 我想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這個LINE AT 直接做個點進去這個諮詢 好 今天我們告一段落 休息的收看 我們見